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现在应该看得清楚 画面显示 显示模式 窗口无边框 然后显示器 这边是分辨率比率是100% 看得太轻 没关系 我这里可以念给您听 100%的分辨率 然后是1280x800px800的分辨率 帧率限制 最高限制60帧 其实这里60帧也差不多了 每秒帧率限制那个我们调不了 然后这个比0.95 然后视野是70 再去视野是70 下面不用管它 然后再下一个 图形呢 这里是我们是开的DX11 形容统计关掉 然后整体的质量 我这里为了流畅 我就把全部都关掉了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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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 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推出来 看到现在这里的帧率显示 大概是在39 40左右的样子 那么我们看一下实际游戏的画面 看一下实际中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好 我们直接退出去 进入战斗了 哎呀 我卡在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在战斗画面中 它的帧率也没有低过于30 有时候载入的时候可能会 有时候载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卡一点 但是可能也只限于第一次 不要 leve出来了 这么多大 冷冻来的 这里已经过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战斗的画面 实际战斗的画面就在30帧左右 然后它在初次载入的时候 可能会偶尔卡一下 不过那并不是大问题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已看到无处之地 在我们机器上的表现情况了 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评测的游戏 请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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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